哈囉大家好我是天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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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天翻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的黃金回合 如果分數要爆幹高的話 到底該怎麼打 那用的呢還是咱們的暴風啦 所以說原本還以為月亮可以來打這種隊伍 要可以玩得很輕鬆的 其實也是可以啦 只不過如果要打極致的話 月亮已經沒有必要用它了 好啦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我們用上的是暴風傳送導流小丑加成長加上畫面是等離子圖 為什麼呢 因為困難的怪物在黃金回合的時候 你只要殺它會根據你的點怪物等級 而有最高30%的機率會丟一顆暗殺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在沙上傳送一堆怪物送進來的話 那個畫面會非常非常的壯觀 好啦 那我們的玩法一樣很簡單 就是盡量讓我們的版面去高薪 然後呢讓傳送也給它高一點點 然後記得要把我們的那個東西給它吃好吃嘛 那這個時候你會說傳送怪物等級 這樣不就沒辦法拉高了嗎 其實也還好因為我們有時光倒流嘛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前面狀況已經OK了 那我可以等著颱風暴風到達前面的時候呢 再去丟我們的時光倒流會比較合適一點點 如果你太早丟那時候還沒有任何暴風在前面的話呢 很有可能你會把很多隻王給它召喚出來 因為你自己看那個怪物等級 只要5隻怪物就可以升級了 然後每5回合就1隻王 所以等於是只要25隻怪物就會召喚出1隻王 然後你前面的時光倒流又不斷的去累積的話 可能會有那麼一點點的危險 好啦 要做的事情也不過就這樣子而已 那其實你不做這些也沒差 反正你的分數絕對會比單純的達到滿18000分還夠還多 就算啦其實你不用這個方式打也沒差啦 因為畢竟18000分然後我們只要31200分就好了 那就算慢一點也只需要花一陣子就OK 那如果今天是轉王的話你就故意給它轉一下 畢竟我們有成長嘛 有給它轉上去我們的分數又更高 然後順便把那個傳送給它吐出來 因為傳送吃下去的話呢是沒有任何分數的 那你把它吐出來的話分數又給它補回去 畢竟我們一開始像是可以到倍率乘以21嘛對不對 如果用傳送倍率沒有那麼高的話反而有點虧 但是有倒流的話呢我們就可以把倍率吐出來 甚至可以更高 因為我們這個丟的方式呢有分成兩種 然後不是分成兩種有兩種方式可以丟 但是呢最好的一定是要先黃金回合後丟 然後呢你會黃金回合後丟之後呢 你可以再練習一下在黃金回合前丟 當你兩個都練習起來之後呢 你的分數呢會再爆幹高一點點 不過那個難度呢就會更高 尤其是如果你的錢不夠的話 因為怪物會更多而且倍率會更高 而且怪物的血量呢會比你黃金回合後丟還要丟 多出非常非常的多 至少兩倍的血量吧 那你知道這個時候暴風的狀況已經很不妙了 那這個時候怪物血量那麼多 可能其實沒有那麼的優 欸可能沒有那麼的優 好啦現在到剩下兩分鐘了 那我們的版面呢也只能弄到這樣子了嗎 看一下我現在在升級我的時光倒流跟傳送啦 如果可以的話呢我還是想要給他多丟一些些 把怪物丟出去我們的暴風可以給他灌下去 你看我暴風放在那個位置 反正沒有突破我沒有狂暴王嘛沒有狂暴王的話 其實就沒有那麼那麼的嚴重 那這個時候其實跟暴風等跟時光倒流等級有差 因為時光因為現在只有五分鐘嘛 我們等級越高的話我能夠做的事情就越多 好啦我現在等他兩層的時候我再丟 因為我還是想要玩一點 我還是想要倍率高一點點啦 但是我沒有丟到很誇張 對我還是有丟但是就丟一下下而已 如果你知道丟的話你看像現在兩分了 就已經已經兩層了 那這個時候就應該可以多丟一次去洗我們的點數倍率 不然的話真的是有一點點小窺 那我倍率也沒有洗到很多次 欸真的是小可憐 然後我的暴風還沒有很高 那這邊就有點危險了 你看如果這邊暴風上去 結果後面來了一個獅子一個轉王的話 那這樣的話我的怪物不就沒了嗎 哇靠還真的就給他沒了呢 不過沒有關係啦 至少我們的傳送也還在 傳送還在記得給他吸上去就好了 啊可是也要給他備註一下 至少都是兩兩合成的 這樣子的話等一下遇到問題比較容易給他合成 欸那我們的暴風現在只有11星而已 11星的風那個強度夠不夠呢 還勉勉強強啦 還可以還可以 只不過我的暴風也沒有推到前面去就先放了 那我這個一個重力王我小手心給他躲掉 然後我的這個下去我的四星石 我竟然沒有丟 啊沒有因為這是第一局而已 我還不是很懂 這樣這個時候就應該給他丟下去你知道嗎 那我們現在倍率是來到了21倍率 我們如果突破100等的話 欸20倍率啊 突破100等應該就是21倍率啊 沒有錯 沒打一隻王就多一個倍率 那這個時候到底時光道德又多還是傳送到多 還是暴風要丟多呢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傳送多一點吧 傳送越多的話狀況就越香 那現在還有剩下最後的27秒鐘 我這邊剩下一層 那你的層數也自己注意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最少丟一次嘛 如果有兩次的話一口氣丟兩次 那感覺也非常非常的爽就對了 只不過就一樣要注意一下 剩下最後的15秒鐘 那我這邊應該是不打算再去丟他了 因為再丟的話等下壞掉 我等下還有一局是前面丟的 那時候也還不是很熟啦 想說這個時候應該先丟 然後我們倍率上去 我們後來再丟一波 結果呢 欸我們的傷害就完全不夠了 欸因為怪物實在太強了 因為如果你前面丟的話 我們的暴風可能條件就要再更高 那我們現在到黃金回合了 我們現在總共有兩組四星暴風 再給他往上升一點點 有了給他丟出去 兩隻怪物給他跑過去沒關係 這個時候呢就不要求是完美通關了 完美通關的東西再說 哇靠這個暗殺是怎樣 根本就是遇到的外掛 不過我們的時光倒流還在 所以我們又可以回歸 回歸的話呢可以再給他丟一次 不過我們的時光現在沒有了 我們再等下一波時光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我們的獲得點數 從原本的840點瞬間衝到了1970點 但是呢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可惡是不是要晚一點再丟呢 沒必要那麼早丟 因為越晚丟的話 我們是原本還有840點可以用 像現在的話感覺就有一點點的虧 那我這邊呢很像應該先丟五星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我這邊忘記了要先丟傳送了 但是也沒關係啦就給他下去吧 最終呢是給他來到了 我記得是2500多分啦 我們的暴風還在線上 只不過我暴風現在的星數剩下最後的八星 而且我也已經沒有錢了 好啦2500分乘上兩21倍率 我們的分數呢總共是來到了五萬分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也只要打六局就好了 那我目前看到最誇張的應該是十萬分 如果你有這種RD的話 YT應該會推薦給你 然後呢我這邊還有收到八萬分的 我自己再看看我有沒有機會打上去 打上去的話呢 我們再來給他拍一隻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更噁心一點點 好啦最後時間到 因為這邊也沒有錢了 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做 而且怪物走到走進去 他也算消滅也會射暗殺 有沒有這麼過分呢 14M的血量沒辦法真的是打不掉了 通關25000 2500分 乘以21倍率 所以最後來到了是52500分 只要六場就可以了 那這邊基本上該換都該換完啦 因為這個點數算是非常好拿 那就算你沒有好了 一場也有18000分嘛 你只要前面打一直都是連點的方式 然後正常的話應該也是19001800 那只要打個16局就可以 那我們這樣就打個6局 那其實狀況都是一樣的 花一點點時間反正把東西全部給他拿好拿滿 就對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局吧 那這一局的話呢 是上剛剛那一局的之前那一局 我把順序套回倒裝了一下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那個成功啊 這局算是失敗 因為我是黃金回合前丟的 那我們這邊一樣來感受一下 那這邊的話 我的傳送就放得更多了 一個4星兩個5星 然後我前面就開始吸 其實我現在這個時候 很像就應該先搞 沒有 我就是要這個時候搞一波 可是那時候也是忘記這件事情 我想說現在先搞 後面再搞 後面有點不對 其實人家不用那麼過分 但是如果你有辦法做到這麼過分的話呢 你的分數會再多一倍 欸不只啦 可能沒有到一倍啦 極限可能到一倍 可是如果你扛不住的話 可能連一倍都不到 好啦我們這一波丟下去 在5秒鐘的時候 把暴風給他丟出去了 那這個時候看起來很像很像對不對 我們弄出了一堆的小王 可是獅子他們也出來了 但是我們的倍率這一波下去 直接給他拉到了27倍率 但是這個狀況好嗎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到很好 你可以看剛剛的怪物一隻到14M嘛對不對 但是現在怪物一隻就已經來到了33M了 而且剛剛那個時光道理我沒有稍微注意到 沒有主要是被那個獅子給搞爛啦 不然的話呢 其實我們這邊可以再丟更多的時光道理 所以這邊 剛剛那邊就要抓得非常精準 如果你那邊抓得沒有好的話 你看後面獅子把我的怪物給吼完了 吼完的話就有點浪費了 然後那現在的話 我們的暴風雖然還在啦 但是這個傷害確實有一點點小危險 那這邊的話 我們的吸收還在吸 如果這個時候吸收沒有在吸的話 或許還可以給他扛住 換個角度想 你看我今天就算被27 然後如果這邊沒有丟傳送的話 我還是算90隻好了 也不過就25000多分 還是多啦 也不管怎麼樣 你還是如果前面不會的話 你就黃金回合後再丟就好 而如果你有辦法想要挑戰更高的話 你黃金回合前丟 然後黃金回合後再丟 哇那個感覺就完完全全不一樣了 你知道嗎 好了1500分剩下最後的20幾秒 那狀況就非常非常的糟糕了 畢竟我們的錢已經不夠了 其實是前面的話 其實現在後來再回來看的話 應該稍微再多慢一點點 然後盡量讓我們的傳送給他弄掉 因為傳送有在線上的話 他的暴風就沒有辦法再吵到那麼久 你看我最一開始一直養那顆暴風 結果我的傳送一直把我的怪物給吸走 導致我的傷害一直跌不起來 那現在的話也沒有錢可以跌了 就這樣子 反而只有140乘以27而已 反而分數只有3780 點數雖然高但是 欸倍率算高 但是點數實在是太低了 OK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 要怎麼打高的方式了 那自己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如果你有想要留言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那就3 2 1 掰掰 最好是 了解 沒有 好 是 天尊